今天台股再度破敌 就算有国安基金护盘 仍然面临万三保卫战 而台积电市值更跌破了11兆元大关 累计起来 9月台股已经下挫1670点 30号台股杀生隆隆 开盘就跌逾260点 一度灌破13300点整数关卡 虽然盘中稳步收敛 但不敌尾盘台积电续挫 中场下跌109点 收在13424点 再探22个月以来 收盘新低 外资再度提款连巴卖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44点66亿元 现在的股市 其实除了基本面的因素以外 主要还是有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当然主要就是来自于 国际的这部分货币战争 所引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电子圈之股由台积电领跌 大跌接近3% 收布断新低422元 市值跌破11兆元大关 尤其端看整个9月台股 连连破底 已经重挫于1600点 金管会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 10月1号起提高放空成本 要来救市 今年的第一季看起来 那个借鉴的比例 大概借鉴卖出的比例 大概是2%到2.5% 9月29号这几天看到了 已经来到了3.76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借鉴的比例 已经有上升的趋势了 提高上市及上柜有价证券 保证金陈述 由90%调整为100% 已经限制每天盘中 借券卖出委托数量 此措施被视为是打击外资空投 观察过去成效 2015年陆股崩盘 台股寄出现空领后 不到一个月波段涨幅14% 2020年3月疫情爆发 股市大跌 寄出错失后 三个月就不屑2900点 金管会这回再寄两招就市 只盼能减轻空方企业 帮助市场安定 东塞新闻 吴博威 副一文台北报导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